小朋友们,上一集《微波炉的告白》中,我们知道了,微波炉可以加热剩饭、剩菜,这样就不会浪费食物了。 可是吃了这么多的饭菜,口渴了怎么办呢? 那么就可以来到客厅用饮水机接杯水喝吧! 下面我们一起收听饮水机的告白。 大家好,我的名字叫饮水机。 只要大家想喝水了,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我啦! 我之所以被发明出来,在我自己看来,那就是我长得好看呀! 因为我长得好看,所以就可以摆放在客厅里。 客人来了,要喝水喝茶,就不用再跑一趟厨房咯! 给大家讲个故事吧! 那是我第一次来到新家,新家不大,嗯,一百平吧,住着一家三口,爸爸,妈妈,还有一个四岁的小朋友。 我是比较喜欢睡觉的饮水机,有空的时候就喜欢睡觉,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晚上睡觉的时间最多了。 然而并没有,因为家里有个爱看电视的妈妈,而且喜欢晚上看。 而我的位置就在电视旁边,电视那么吵,我哪里睡得着? 没办法,我只好有一下没一下的打瞌睡。 直到半夜凌晨了,好了,妈妈终于去睡觉了。 这时候我感觉自己终于可以睡觉了,然而还是我想多了。 半夜三更,爸爸起来了,他要喝水,好吧,他是爸爸,他最大,我只好打起精神烧热水。 爸爸走后,我觉得我可以安静地睡会儿了,但是还没有,没多久,小朋友醒了,他要上厕所。 我一直以为四岁的小朋友应该还在和妈妈睡呢,没想到他已经自己一个人睡了,真是个值得赞赏的小朋友呢。 小朋友晚上上厕所是很怕黑的,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。 我正打瞌睡呢,啪一下,灯开了,整个天都亮了,整个人也醒过来了。 虽然最后小朋友还是回去睡觉了,可我却有些睡不着了。 很快的,妈妈又起来做饭,这时候更没法睡了,感情我整个晚上都没怎么睡呀,当时可给我愁死了。 幸好等小朋友去上学,爸爸妈妈去上班了,只要把窗帘拉上,屋子里安静极了,正好可以睡上一觉,真棒。 哼,本来,作为饮水机是没有什么波澜的,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,不久之后发生了一件差点吓死了的事。 那是周末的一个早晨,爸爸因为要加班,早早就去上班了,妈妈要去买菜,早饭之后也离开了家。 只有我们的小朋友,因为感冒了,妈妈要他在家休息。 小朋友虽然很想和妈妈一起出去,看看外面的天气稀里哗啦的下着雨,只好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。 大家有过感冒就应该知道,感冒是要多喝热水的,小朋友也要多喝热水呀,所以他就要我烧水。 小主人有令,当然得照着拜呀。 很快,热水烧好了,可小朋友似乎把喝水这事忘了。 坐在沙发上,津津有味,看着动画片,我很想提醒小朋友该喝水了,可看他聚精会神的样子,唉,算了,不打扰他了。 这之后,我就安心地打起了我的瞌睡,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,把我惊醒的是玻璃被破碎的声音,起随其后就是小朋友的哭声。 我心里咯噔一下,睁眼一看,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,手上,脚上,全是烫伤。 哦,我的天哪,这也太糟糕了,因为我和小朋友都不知道怎么办。 小朋友在地上哭得稀里哗啦,我在客厅也是急得团团转。 对,找妈妈。 我很快想到了办法,给妈妈打电话。 就在我准备打电话的时候,房间门开了,妈妈回来了。 眼前的一幕,妈妈也吓坏了,顾不得许多,随便把菜扔在了茶几上,抱着小朋友就去医院了。 我一个人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,午饭的时候,妈妈带着小朋友回来了,不过小朋友的手上,脚上都缠上了绷带。 这时候我才知道,原来小朋友拿着玻璃杯接水的时候,因为玻璃杯接水会很烫,所以小朋友直接就撒手了。 这一撒手就出事儿了,玻璃杯斜着就掉了下去,杯子里的热水先是落在了手上一部分,剩下的全领脚上了。 那可是一百度的开水呀,就算是大人也会被烫得嗷嗷叫,更何况她才只是个四岁的小朋友,所以伤情特别严重。 小朋友足足在家里待了两个月,这两个月,妈妈半夜不上了,整天就是在家照顾她。 所以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,接热水的时候一定要小心,千万不要被烫到了。 还有,喝水的时候实在太烫了,那就凉一点再喝,咱们不着急。 好了,我的分享就到这里,咱们下次见,小朋友们。